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这一期呢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三种儿童玩具沙子的一个对比小实验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玻璃瓶里面呢是我们的普通沙子 以及我们的Aquazine水族沙子和我们红色的超级魔法沙子 相信大家呢所有的沙子都应该不陌生 如果看过我们的频道当中的视频的话 我们的这种Aquazine水族沙子呢是可以这种防水的这种沙子设计 首先我们来把我们三种沙子全都放进我们水中来试一下 先试一下我们的普通沙子 我们的普通沙子呢是直接沉入了水底 同时呢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水当中 还有一些黑黑的一些小颗粒是漂浮在了我们的水中 当然呢这都是非常的正常 因为在沙子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小小的树叶啊 小小的一些小沙粒啊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的一个普通的在这种比如说玩具游乐园当中取出来这种沙子 可以摸一下看一下 如果当我们手呢去摸一下的话 可以发现我们沙子是完全的湿了 而且这个非常细的这么一层 我用我们的小这个漏勺去给它咬出来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它取出来 是需要用我们的手指去给它帮帮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沙子呢是完全的湿了 我们先把它洗掉 我们再来试一下我们Aquazan的神奇水足沙子 这里是用到了我们的蓝色和黄色混合的水足沙子 上一期呢是给大家介绍过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水足沙子 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足沙子呢是会漂浮在我们的水缸当中 当我们的手呢就把它放进水里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塑形 然后会有一个定成自己的一个形状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你可以把它按得非常的平 也可以把它捏成一个小城堡的一个形状 或者是小山丘的一个形状 或者是小火苗的一个形状等等等等 当我们用手呢去摸这个Aquazan神奇水足沙子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的特殊 我们可以用手帮助的情况下 把我们的沙子从水中取出来 可以看到我们的沙子呢是完全干的 一点的不适 我们再来试一下我们的超级沙子 我们的超级沙子呢是一个这种魔法沙子 它是雪月沙子 我们可以把它扔到水当中 咚的一声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 它就像一个我们普通的培勒座黏土一样 直接沉到了我们的水底 然后也不会融化开 你可以在水里面呢给它塑形 捏成小山 捏成小小的石头 当我们用我们的铲子呢把它拿上的时候呢 它还是这个形状 然后就这么一大块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小的一个比较 第二个比较呢 我们是可以拿在我们的模型 过来让它看看我们三种沙子能不能很好的塑形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小乌龟的一个形状 我们先来试一下我们的普通沙子 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把它盖在我们的桌子上 哦 什么都没有 我把我们的普通沙子呢 是浸了一些水进去 可以看到上面呢是加一点水 下面还是干的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湿一点的沙子的话呢 来试一下它能不能塑出到一个小乌龟的一个形状 把它整理平 然后把它按在我们的桌子上 有一只小小的小乌龟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水足沙子 我现在是把我们的按钮呢 这个平准的这个转钮 给它转到了我们蓝色沙子这边 哦 还是什么都没有 一只小乌龟都没有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需要用我们的神奇水足沙子去和水相容 因为它一直都是不会沾水 然后它自己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形状 就像我们把它放在水里 所以我们现在是直接去来试我们的神奇的魔法沙子 这个雪月沙子 哇 一只非常完美的一个小乌龟 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普通的 这个是我们水足沙子 以及我们的神奇魔法沙子 魔法沙子是排了第一 现在呢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我们的沙子和沙子之间能不能给它相互混合 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水箱当中 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水箱当中 效果还比较地特别特别有点特别有点特别有点特别大 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 这个沙子呢和我们的水族沙子呢是已经融合到了一块儿 然后有的时候呢它就我们的水族沙子是把我们的普通沙子呢是包裹了起来 然后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手呢 去把我们的水族沙子给它进行一个塑形 还是比较的好玩 这就是我们的刚刚给它混合起来的普通沙子 和我们的Aqua水族沙子 我们把它放在旁边 把它拉出来看一下 我们的水族沙子呢是保持了自己的一个干 非常干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的普通沙子呢其实就已经湿了 然后变成了湿漉漉的一个沙子 我们这个时候呢看一下我们的Aqua水族沙子 能不能和我们的超级沙子进行一个混合 这种魔法沙子呢今天是变成了粉色 这种大红色的粉末 我们可以把它再放在我们的水中 这里是一个超级沙子 这种粉色的大红色的超级沙子 和我们蓝色的水族沙子的一个混合 可以看到在水中呢 它也可以让我们的沙子非常容易的去塑形 但是它保持了一个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超级沙子呢也是一个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一个结果 我们的这个超级沙子呢甚至可以和我们的水族沙子进行一个混合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超级沙子和普通的沙子吧 对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级沙子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做了三个实验比较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点一个大目准下上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一个小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有兴趣去观看 视频的下方呢 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留下你们的留言 无论是更多更好的意见建议 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大家玩得愉快咯 拜拜